不可否认的一点 跟着美国的大多数国家都富了 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是发达国家 居民收入大幅超过那些与美国作对的国家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跟着美国吃香的喝辣的为何还要与美作对 近期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 据俄新社报道 普京在电视直播节目《普京年度总结》中表示 俄罗斯不可能以没有主权的形式存在 普京称 无论如何 俄罗斯都会以现在 以过去千年以来的形式存在 此外 普京还说了这样一番话 如果要给20年前年轻的自己提建议 他首先会告诫自己 不要过度倾信西方国家 普京称 他不应该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 就对华盛顿及其盟友给予如此多的信任 这种做法很天真 在普京的眼里 即使俄罗斯遭受西方大规模制裁导致经济受损 也要其知鲜明一往无前地捍卫俄罗斯主权 这令人感到疑惑 主权比金钱还重要吗 那些跟着美国富起来的国家 可不是平白无故从美国获得利益 而是需要出卖一部分主权 也就是说 必须无条件听从美国的指令 必须在一些议题上同美国一步一趋 话说的不好听点 为了得到丰富的食物 需要做美国的跟班 在有些时候 听美国话确实能获得不少利益 要不然英国 德国等国家也不会那么富裕了 但是 在有些时候 听从美国命令 会牺牲本国利益 比如 俄乌冲突爆发后 德国跟美国一步一趋 丧失了俄罗斯 廉价能源 能源是工业的粮食 国家经济命脉 当德国失去廉价的俄能源后 工业产值持续萎缩 经济陷入衰退 一度被外界讽刺为欧洲并富 此外 失去俄能源 对德国民众的正常生活 造成严重影响 德国不得不放弃环保重启煤电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韩国因为听从美国命令 半导体产业遭受重击 其中韩国巨头三星的利润大幅下滑 这令韩国人感受到巨大危机 呼吁政府拯救三星 丧失主权带来的问题 不仅限于经济问题 还会导致多领域的利益受损 其中 对于像俄罗斯这样国土辽阔的国家来说 与美国走得太近的后果 使国家面临分裂 美国在让出部分利益的同时 会想方设法搞颜色革命 试图将俄罗斯大协八块 只有当俄罗斯再次分裂 美国才会安心